我們都算是很難做的 大家好 當然,你說起世界盃 變得很難說回美斯 我們公祝美斯,最後終於圓夢 拿到世界盃的冠軍 大力神杯,雷米金杯,終於落在阿根廷手上 這亦可喜可賀 美斯也奮鬥了十多年 國家隊上,他的成績真的算不錯 例如我們說,他的成績包括以往曾經在國家隊的層面 就贏過奧運的金牌 我們試過的了 也都經常勝在其他 即我們說其他比賽裡面都得到很好成績 例如我們說到在以往 這個美洲國家盃 入了三次的決賽 他有兩次都得不到冠軍 終於去到上年 這樣就很厲害 拿了美洲國家盃的冠軍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徵兆 很好的徵兆 因為以往,2018的時候 有一陣子 美斯真的生氣得好像想推出國家隊 最後沒有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之後 國家隊就繼續努力 因為之前 例如和球員 包括食宿、機票的問題 都罵得很僵 美斯也肯自己暗和包做 如果阿根廷政府真的沒有錢 老實 如果你出了一個這麼厲害的球和美斯 你當然怎樣都要服他 很多國家肯定無法 美斯這些球員 你真的去到盧旺達 那這樣的財政 你都要支持著美斯 或者留不住 阿根廷的足球 可能是從此 現在是6000獎 大家看到西甲 巴塞留不住美斯 整個西甲吸引力 真是正前打國 所以他去了巴黎 老實 你對巴黎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幫助 但是你對巴塞帶來致命的打擊 大家也看到 教練要走 換了沙圍 其實你走了 美斯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在整個世界盃的路徑上 都很清楚告訴大家 其實當中美斯也有很多的掙扎 包括大家記得第一場 對著沙特阿拉伯的時候 他們明不明白 上半場已經在龍門後面 找了球四次 就是沙特龍門在裡面 撎了四次 撎了四次 但是他們撎了一球 三球就吃炸糊 越位就是我們俗稱的越條毛 小小位都很不幸地被VR到 所以就反過來 下半場就連輸兩球 第一場就覺得 有樂不打三更的味道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麼軟弱無力 阿根廷的風線 接著阿根廷 你見之後就長勝 連續兩場分組賽都贏了 接著進入到十六強 面對澳洲 接著八強面對荷蘭 四強面對塔羅地亞 似乎我們說的領隊 固然有做得好的地方 美斯也盡心盡力地打 所以去到決賽的時候 他已經累積了五個入球 和法國的麥巴比 都是累積了五個入球 兩個雙雙都會成為了 競逐這裏的金蝦獎 最後一位 所以賽前 我們說到美斯 和麥巴比的對決 除了國家巔峰的對決 亦都是他們兩個精神難的對決 一個就是一個英雄的前路 一個就是一個青年 壯年的時間出現 所以大家對著大力神杯的爭奪 應該都是相當之精彩 這場決賽 我們昨晚在直播中 也有跟大家說到 有很多精彩的畫面 包括我們說的迪曼尼亞出場 迪曼尼亞也是 美斯的老死 做過隊友 我們看見 迪曼尼亞 這個年紀 可以減少一些大爆發 你說是偶然還是有魂 就是他之前受傷 然後令他休息到現在 他的傷患令他無法撐足全場 但也證明他的傷患 令他休息到這麼多場 終於去到決賽的時候 能夠成為一顆奇兵 突出 就贏出這場比賽 你看到他上半場 左閃右閃 左樓右樓 完全跟不上他這位老人家 你想想 迪曼尼亞 帶著那個集位的球員 50年 都七八年 他仍然這樣 沒有弱 你看到 左樓幫忙著 美斯 很大部分的攻勢 分擔 亦都間接令美斯 可以保留他的體力 去到120分鐘之後 就算去到12碼 都依然這樣堅定 美斯 亦都很抵贊 就是他也有牽引很多的攻勢 例如你觀察到第一球 就是第一球的12碼 然後就是他主射 第二球的反擊 他中間又給了一個球去右邊 其中一個快速轉向 可以令到一個攻勢 流水行雲地去 跌到全部的球 都是我們所說的first touch 碰一下而已 沒有第二下都沒有 完全沒有耐費時間 很快出球 真的十秒都不需要的時間 就由後場運送到前場 產生了一個入球 美斯也有參與到 然後你會見到後來的入球 很多其實都有 美斯策動影子 都是不適氣力的這樣跑 我們亦都看到直播裡面 美斯亦都會跟別人頭鎚鬥博 大家都知道他的頭鎚 其實應該是很難的 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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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少少口 之後就沒事了 為國家去上陣的美斯 真的不是平時去巴賽 甚至乎現在巴黎城的延門 那個冷冷涵的美斯 即是給別人的效果 整件事都是完全不同 所以今次我們看到 在決賽裡面 真的阿根廷都三上三落 包括第一次先領前2比0 而之後他們再次被攀平 被攀平的時候 其實亦都相當危險 2比2 亦都在守住了90分鐘之後 進入加時 加時美斯有41球 其實那一刻都被人感受到 應該贏了吧 即是美斯也進入兩球 都很厲害 即是金蝦長也有份 金球掌你贏了一定是你的 然後金杯 那就因此贏了一個 但是呢 即是另外一個人 沒有快趣 法國又憑一個12馬 又再次追平 麥巴比呢 說真的亦都厲害 麥巴比亦都成為了決賽 現在連續三元的球員 我看回紀錄 原來史上也真的有試過 來自英格蘭的球員 在1966年的世界盃 當年戰勝德國的時候 是一個球員連續三元 但如果這個近代 真是莫難 其實呢 梅海二道的困難 沒有連續三元 當然呢 很偶然 麥巴比 你看到他有兩個12馬的操刀 以及一球都很漂亮的 半車身阿里抽射 那些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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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羞死人的 但是你見到呢 其實麥巴比這次 帶領的法國隊 你就看不到 那些團結的精神 但是你見到呢 今次在美斯的召喚之下 大家呢 是全體將士用命 全部將士一心 就是想著 即是主將 我們美斯的包圍之下 進入某街職 以及送一份最好的禮物 給美斯 美斯最好的禮物 就是這個大力神杯 而他在一個人生的知力裡面 其實都是最缺的 就是這個大力神杯 因為呢 對他來說呢 美洲國家杯 終於在去年 奧運金牌 很早就已經奧運了 而他個人的職業賽裡面的 錦標數目也超過10座 包括我們說的 西班牙的甲祖足球聯賽 那個的錦標 就是我們說西甲 跟著呢 就算他去到法國 跟著呢 跟著呢 我們說到歐聯 世界竹冠軍球會盃 歐洲超級盃 等等 基本上 你能夠想到的盃 美斯有哪一種 所以現在呢 就是在巴塞球員 以及就算現在 在巴勒斯的二門都好 其實呢 很多獎項 他根本呢 亦都有 很多歷史性的時間 亦都有 所以呢 去到最後呢 真是唯獨製 欠缺球王級球員的資歷 那個的履歷上面 最後欠一個 就是世界杯 亦都是 很多時候我們說 承認一個球王 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一個世界杯 而這個世界杯的份量 一個呢 就足以稱呼你為球王 始終呢 一個球員的生命有限 即是他在球員的生命裏面 能夠獲得一屆的世界杯冠軍 都已經足以自豪了 那你說呢 是不是真的每個都好像 比利亞以前的年代 這樣獲得三個呢 那這些呢 都可能是成為歷史的了 例如我們說到 就是以往 麥當娜 亦都試過獲得這個世界杯 其實他也是這麼威風 他也是我一屆的 所以你這樣看 其實現在 美斯有獲得世界杯呢 他和馬拉多娜呢 當年球王的地位呢 基本上呢 就是無分別的了 即是呢 在阿根廷裏面呢 又是在 大家呢 就是風具呢 有了好的了 就真的呢 就真的呢 可以呢 可以呢 這個呢 就真的很誇張 就是我們說到呢 有時候呢 大家感受到 足球那種呢 好像比總共有更致命的那種的吸引力 就真的在這裏了 1990 一直光輝呢 去到 上個世紀的末期 去到 直至這個世紀呢 始終呢 他們呢 都走不出那種陰霾 就是呢 在一個後馬拉多娜時代呢 似乎呢 都成為一些 那種陪跑的那種 就算勤於美斯呢 最厲害呢 都只能夠 入到呢 所有的 高級賽事 亞軍的直列而已 始終和冠軍呢 都是有一段的距離 我們說到呢 阿根廷裏呢 真的要瘋狂 其實呢 都不只是 美斯一個人的努力 你看到呢 整隊球 包括一個很好的門將 這個門將呢 也都就是 撲球呢 真的撲得很厲害的了 你看到呢 包括 加士的時候 加士呢 最後那兩三分鐘呢 他一個人爛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撥入球 那單刀的撥入球呢 被他用腳 刪出來 那一下呢 堪稱呢 就是西班牙對荷蘭 當時呢 諾賓 單刀的時候呢 就被卡士納斯一路 捕捉了個球 捕捉白鞭 那種叫聲呢 我相信呢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呢 也都令到球隊 後來居上 青黃 這一腳呢 真是值錢的 那他呢 我們說 阿根廷的門將呢 也都榮獲了 今次世界杯的 金手套 這個獎項 你看到呢 四個獎項 包括一些 最佳新人前路 也都落下 是阿根廷的新球星 菲南福斯 身上 相信他也是一眾 在冬季轉匯槍 那些挪子的目標 大筆轉匯費 也要灑在這個金銅上 你才可以得到他的效力 美斯金球獎 不會有人質疑的了 即他已經呢 帶領了阿根廷 也都拿到冠軍 他也都有兩個入球 所以都十字名歸 那些呢 就是最私人獨潮水 絕對是 安巴比 安巴比 即是 看著阿根廷 就算自己入球 是最多 但始終足球 是一個 對濟的活動 來的 所以呢 我相信 看著金杯的時候 會有點像 2014年的美斯 當年看著 我們叫看著金杯 輕嘆 雖然這麼遠 就那麼近 但也不關你的事 這個呢 講到這個杯 真的 很多人都說 立即去找一找 為何阿根廷 在這個金杯上面 那個位置 就放在哪裏呢 我們都相信 你又在找阿根廷 在這個禁球的位置 但是呢 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 你在我們世界球賣入面 心目中 那個位置 又是什麼呢 當然 我相信 今次 很多中立球迷 其實也都 很希望 美斯能夠 碰一次杯 我相信 這個也是 大家 廣大球迷的 願望 這個 我相信 都是 真是一個 光榮 所以 最後 美斯能夠 拿到這個杯 實至平歸 我們只能夠說 是全世界球迷的願望 可能 大家都真的 眾志成成 我們昨晚 做直播時 都想 為何法國人都軟腳下 會不會是大家的信 實在太強 加諸大家肚 成為一個無形的枷鎖 一個重壓 鎖在法國球員身上 搞到他們 好像 揹著豬油膏 去比賽 所以 都這樣說 這場賽事 是可以成就到美斯 其實 亦未何嘗 不是成就 麥巴比 因為 麥巴比 有時 拍連銷成名 真的 亦都令對他連銷棄成 可能亦都令他錯過了 一些人生進步 或者得到別人的艱然 這些最好的時機 亦可能戰角膨脹得太厲害 成為全世界最高身球員 亦超越了美斯、斯朗等等 會不會令他目空一切 甚至找不到進步的原動力 很年輕時 已經拿過勾聯 已經拿過聯賽冠軍 已經拿過世界冠軍 已經拿過世界冠軍 人生裡 有什麼追求 會不會成為前輩 如普巴那樣 已經失去進步的動力 如果不喜歡 有時間申請紅派出場休息 又可以 有時間出力 又可以 再不是 在傳媒上公開指責 自己的前東加球員 又可以 如果這樣 雖然別說人臣共分 但這些球員 絕對不是年輕人的榜樣 亦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國民 我覺得崇拜偶像 應該有那份高度 所以我們昨晚直播 我自己的思心 我想顯露無謂 大家都看得出 其實我對美斯本身 沒有什麼個人感情 你問我 我自己就是利物浦的球迷 所以對美斯 當然我又不會說 我不喜歡美斯 但你不會有個人的情感 那種牽引 放在美斯上 我真的沒有 你問我 我喜歡高普 比美斯更多 但是 現在 在世界杯的情況下 我也感受到 美斯那種 付出超過8%的努力 在世界杯的追求上 比職場 比情路 比任何情況更複雜 所以我都覺得 在這個位置 真的要佩服美斯 在這場比賽裡 都真的高潮跌起 一浪接一浪 首先很順 直到80分鐘 連續在2-3分鐘內 連失兩球 立即大好形勢 變成急急可危 但我沒有放棄 然後加時 入了一顆 誰知天意弄人 又是要再次進入平局 然後去到12馬決勝負 所以我們在昨晚的球 都看得很難 實際上這裏真的會很難 不過老套也是說一句 到最後 我們也是再一次 公足美斯成功登頂 甚至有人說成功登基 即是叫做皇帝 成功登基 終於大力舉起大力神杯 以及當中我們看到他的兄弟情 例如迪巴里亞和阿古路 大家也知道 他踢越曼城後 原本要去巴塞 原本應該跟美斯相見 我想他們都相約少年時 如果有機會 大家應該要效力同一個球會 可惜事與願為 美斯轉會去了巴黎省二門 然後阿古路心臟問題 令他提早退役 所以最後他們效力同一間球會 他的願望在這一生人 這一世都無法達成 但我都看到兄弟情永在 所以阿古路 你見到他最後也有出來 其實也是很令人感動的一幕 如果大家曾經有好兄弟 在這些情況下 你會感受到 即是阿古路無法完成的夢想 不要緊 我會為你一齊爭取 或者可能這些我們叫做 豆腐火腩飯 男人的浪漫 好呀 我們就足球說到這裏 突然間 好想說一下 原本今天也想錄一節 說一下 好 都差不多時間了 大家好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烏克蘭的情況 大家好 好 今天應該沒有 看看先 今天應該沒有五毛 是 今天有點不太舒服 我也不知道是否撞了霧肺 有一點點頭赤赤 但是你覺得喉嚨痛 一點都沒有 沒有喉嚨痛 有些鼻水 我懷疑是普通雙風感悶的 沒什麼特別吧 有點頭赤赤 我個人是挺累的 累是真的 一個種累 處理自己工作做的事 錄音也是要處理的 我們也要處理 我們的台 其實很少休息 大家發現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有節目出的 起碼烏克蘭晚間節目一定有 然後有其他的新聞 其實很多我都未做 我是想做 包括泰國的衛艦 入水 沉了 很多船員未找回 很令人擔心 因為泰國的搜購水平都不會高 那些船員 很多年都沒有見過這些位置 都是有點難搞的 真的難搞的 昨晚長波隨時對心臟病發系 你吃夠心都要吃幾次 這麼說笑 不過今晚中立球迷 不過達美斯是緊張的 昨晚做到這麼早 是做到3點多4點 要早點休息 否則都很容易病 因為始終都要工作 今早起床工作 可能都不知是否有關事 晚上就事不事 頭重重 現在都是頭重重 大家好 法國俱風底 有時可能是年輕人 心高氣成 Doris媽媽你好 大家好 Mamu你好 美斯城散步不防守 嘩 你好難的 2018年的時候 阿根延勝出 整體表現來說 阿根廷勝出正常也對 其實阿根廷勝出 其實阿根廷勝出 是比較好的一對 場面的控制也比較好 其實是很險 大家好 多謝你 Azuri Im 多謝你 多謝你的Superstick 多謝你 7至9月炸炸 現在應該沒有了 好了 好 Credit 可SIR說話生趣 專業評論局 主持表達精彩 但當然 我想阿荷榮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有人不喜歡 其實他講得相當不錯 他的意見是很獨立的 在香港的足球界 我覺得有時候 不要只是想什麼 你看他最後 我看了九屆世界盃 我看了三十年 我真的懂得分別人 和不懂的 我真的懂的 所以我覺得 何榮是很難得 一個香港廣播 一個有他自己的系統 以及一套的理論 就是比較完整的一個論述的人 如果大家好像很學術去看這件事 他的論述是比較完整的 其他不是說其他不好 其他老江湖當然也很好 第一 有些真的請不動 何輝怎麼請 何輝大哥 請不動 因為不認識他 其他的 有些是請不到的 何榮剛好我就認識 第一 第二 我也是很欣賞他 足球理論說得相當好 他本身說球也挺有趣 你肯聽就覺得他很有趣 好 老蕭和成龍鬥燈 我們昨晚也有說 昨晚心情真的大上大落 好 好 大家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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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做一下 因為我常常都覺得自己不是 你這些病症是世界背後為證 哈哈 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唉 真是搞笑 十六號回了電郵 好 我再看回 不好意思 這幾天都要準備好很多事情 馬克龍昨晚真是正 看著他的樣子 他的西樣子真是正 吃藥 我待會要吃藥 我不敢吃藥 吃藥會眼睡 一眼睡就做不到事 敢不敢看下留言好 有時一說話一看我 大家都知道 好 這位是六波 不買六波 又不敢吃藥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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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差不多了 好 看看網友還有沒有什麼特贏 好 沒有呢 我們都可以先看看 嘩 昨晚的評述好過view很多 說真的 我都覺得我們的評述好過view 說真的 我們沒有對方這麼多資料 你說廣場球 我覺得我們說得不錯 老實 我們隨便都看了三十多年 雖然我都這樣說 我不喜歡評述 不過我們是認識的 始終他們真的知道什麼足球 看了這麼多年 都知道些 你看到他們的犯規 你都猜到是什麼犯規 越不越位 那些我們看的都知道